大家好,宋文,香港網,今天又回到你,我是宋文 今次也和大家講講關於香港出80年代的娛樂花生 今次也是講一些國際級很出名的明星 今次想講的這個 應該現在的90年後,甚至80年後 80年代是哪一年出生 都沒什麼印象,因為他的髮跡有點特別 這一位是女歌手來的 姓陳,好像上次介紹過的陳秋華 都是在70年代初的時候挖起的 他的名字叫陳美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如果沒有什麼印象呢,不要緊 因為我小時候,就算他當紅的時候 我對他的印象都不是很深刻 為什麼呢,因為原因 陳美玲的市場主要不是在香港 甚至乎不是在華人的社會 我講過了,他是一個國際級的明星 他的主要市場在日本 沒錯 他一紅起的時候,就在日本 我記得當時他就連續上了 好像世界紅白歌唱比賽 紅白歌唱比賽,如果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是每年年尼美 新年的時候 新年不是說農曆新年 日本現在不跟中國的新年 是跟西方的新年 12月31日的時候 一個歌唱的綜合性節目 分開紅白兩對 紅紅 女歌手白的應該是男歌手 我沒有記錯 比賽吧 過了凌晨一路 一起唱歌 唱到迎接新年 最後 看誰贏了 我記得是 陳美玲 陳美玲 她的樣子 當初 人家發覺她的樣子 送到日本 我聽回來的時候 她的樣子 有 像當時受歡迎的日本女生的樣子 如果你看看 圖在這裡 你自己判斷一下 當時年輕人很像日本女生 因為她有肚子牙 其實她的牙有一點歪 那時 日本 凡女生很盛行的樣子 覺得很脆脆 可能因為這樣 令到她大紅帶子 我就是 聽回來 我對她的歌 沒有太多印象 因為唱日文 說真的 香港人有多少個懂得 聽日文 就算 即使你首歌挺好聽也好 很少 她的粵語 歌就 等到很後才出版 我記得她 登到差不多 1979年 即是70年到尾 才推出第一張粵語唱片 我忘記了什麼 但當時已經 我覺得她已經失去了市場 當時有很多 新進入歌手 出來 但覺得她錯失了 後來她 回到日本 專注日本的市場 最後她嫁了她的 經理人金子玲 金子玲是一個 日籍的韓裔人 或者韓裔的日本人 她曾經都想回到香港發展 但可惜她的後勤 她的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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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日本 但始終香港可能聽到一首歌 但始終香港可能聽到一首歌 或者 一張大碟 就是 差不多 就是陳美麗 這次就講到這個位置 下一節再跟你講一下 香港七八十年代的娛樂發生 OK 拜拜